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丽颖的名气比冯绍峰要好上太多 网友对俩人的婚姻表示不买账 但是看在俩人感情良好 并且共同孕育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 十分支持俩人在一起 结果没想到 俩人在一起两年之后 却匆匆地分道扬镳 这时候在网友拍到冯绍峰不修蝙蝠的形象 并且有狗仔爆料 发闻冯绍峰一度抑郁不能自拔 甚至需要前往医院就医才能够进行入眠 离婚后的这段时间里 冯绍峰的事业上并没有什么起色 据报道 冯绍峰因为离婚一度陷入单相思的境况 那两人之间为何非要走到离婚这步呢 像很多普通的家庭一样 夫妻俩人的离婚 一部分是因为夫妻俩人彼此之间的不合适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父母的挑拨 而冯绍峰和赵丽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者的关系 在结婚前 冯绍峰的母亲就不喜欢赵丽颖 因为她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 冯绍峰母亲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眼光一向都是十分的高 冯绍峰则是上海有名的富二代 她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应该娶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女生 因此早在冯绍峰带着赵丽颖去见母亲的时候 母亲就表示不看好他们的这段婚姻 然后在后期的相处中 两人之间浓情蜜意更是怀上了孩子 这时候冯绍峰母亲还不得不答应俩人 允许他们进行结婚 然而不被母亲祝福的爱情注定是不长久的 在这样的家庭中进行生活 赵丽颖最终还是抵挡不住家庭的压力 源于家庭之中存在的矛盾 两人最终于2021年进行分手 现在冯绍峰母亲看到儿子陷入抑郁的状态 无法自拔 对于自己的事业也一点都没有了事业心 这时候的她开始着急起来了 想要挽回自己的儿子 看着冯绍峰因为爱情而逐渐颓废 冯绍峰的妈妈只能妥协 想要求着赵丽颖让她回心转意 然而被伤害过的人怎么会轻易地回头 尤其是赵丽颖作为现在的独立的当代女性 有着自己的事业前途一片光明 不必拘泥于这个不被看好的家庭当中 于是这时候冯绍峰的母亲便提出 想要用一栋上海的豪宅来换回赵丽颖的回心转意 而且承诺只要赵丽颖同意复婚 立马将这栋豪宅改到赵丽颖的名下 事实是赵丽颖并不是缺这一栋房子的人 尤其是近两年离婚后的赵丽颖完全介入工作状态 接连饰演了几部大女主的戏 现在身价几个亿 前途一片光明的赵丽颖 想都没想一口拒绝了 然而两个人之间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当时两人离婚的时候是属于和平分手 并没有闹到法庭上去 两人分手时对于孩子的约定 也是夫妻两人之间轮流看护 因此两人之间依旧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如果两个人在日后的相处中再次爱上对方 或者是冯绍峰母亲看到了门第之间的差距 两人之间的复婚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最后是否决定要重新在一起 这还得看赵丽颖的自身决定 既然结婚前就存在这个问题 门第如此不相关的俩人 为何会走到一起 这还得从俩人的职业开始分析 冯绍峰起步于2011年 当时她因为拍了一部电视剧《公》而爆火 当时她正年轻 因为剧中深情的八个一角 一度成为大家心中男神般的存在 当时的冯绍峰也因为这部剧圈了很多的粉丝 一度成为自己所在公司华谊影视的华谊一哥 之后的她又不断通过电影《狼图腾》 《蓝灵王》等电影电视剧 一度实现了自己的爆火 但是她唯一做错的决定 就是为了得到公司的股份 与公司签订对赌协议 也正是这个对赌协议 一度地将她送到了拍赖戏掐烂钱的地图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当时她与公司签订了对赌协议 要求每年为公司产出九千万的手术 如果没有达到 需要自己将这个窝窿给填补起来 当时为了添足影影额 冯绍峰不断地进行拍戏 一年内能拍摄多部电影电视剧 也正是这个高强度的拍摄 导致冯绍峰的演技并没有得到提升 甚至于她当时什么戏都接 一度败坏了自己的影视资源 直到后期对赌协议结束 冯绍峰才可以接自己喜欢的剧本 和适合自己的剧本 也就是这个时候 冯绍峰才能够再次有好的资源进行发展 才能够有机会 与一直在向上走着的赵丽颖相遇 赵丽颖出身于威时 并非科班出身的她 是通过一档选秀节目 被冯绍峰看中 这时候出身农村的她 身上自带着一股质朴的气息 刚出道的她 也被不少人吐槽 有一个包子脸和大圆脸 而当时正流行的风格是瓜子脸 不少人都建议赵丽颖去整个容 然后才能适应娱乐圈的发展 然而赵丽颖这时候却说 身体发肤 守之父母 自己不会轻易整容的 也就是这个决定 才奠定了她日后在娱乐圈发展 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这时候的她从小配角做起 通过在《环珠格格》中 饰演琴儿出道 之后又在《公二》中出现 可能从这时候 就注定了两人冥冥之中 可能会存在相遇 直到后来陆珍传奇 让她实现了自己 第一部大女主的电视剧 并且爆舞 之后又出演《楚桥传》 《花千古》等一系列的影视剧 一度都是现象级的存在 为什么赵丽颖能够实现拍一部剧 就火一部剧呢 这与她挑选剧本和影视资源方面 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年刚出道的赵丽颖 就选择了与自己的公司合作 自己花90万元 以原始股的价格 买下了公司一元一股的股份 这也奠定了赵丽颖 有着很大的选择权 也正是这个决定 让赵丽颖在日后 对剧本的选择可以十分地宽松 这时候的赵丽颖 通过自己股东的权利 把握着自己的发展方向 两人的发展方向如此的不同 赵丽颖是一步一步 从微识作息 而冯绍峰则是通过一部电视剧 直接实现了爆破 而后发展不如之前那么来势汹汹 然而 最终俩人还是在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拍摄的时候相遇了 这时候的冯绍峰已经40岁了 而赵丽颖29岁 两人在剧中所饰演的角色 也是年龄相差很大 因为剧中所饰演的就是一对夫妻 因此俩人在剧情之中 有着很多的交集 也逐渐地都被对方的特质所吸引 在俩人结婚之前 冯绍峰是一个有着很多段感情关系的存在 而赵丽颖相对来说 感情生活是比较简单 因此俩人曝光已经结婚的时候 最先破防的是赵丽颖的粉丝 因为他们接受不了 冯绍峰与赵丽颖结婚的消息 因为在赵丽颖粉丝的心目中 冯绍峰的年纪又大 演技又差 资源还没有赵丽颖好 配不上他们的赢宝 然而在冯绍峰妈妈的心目中 却不是这么想的 因为在他心目中 自己的儿子永远是第一位 在冯绍峰与其他女性谈对象的时候 也曾带回去给自己的妈妈看过 无论是妮妮还是李云 都是某女郎出身的俩人 也没能被冯绍峰母亲所看上 俩人刚结婚时 粉丝纷纷存在质疑 直到后期才逐渐接受俩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此过程中经过了很多的铺垫 冯绍峰也多次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是如何的爱赵丽颖 并且从她的眼神中 我们能够看到是真的 因为陷入感情的人是多疑的 她的眼神中我们能看到 她对自己的不自信 和对无法确定赵丽颖对心意的恐慌 冯绍峰在一档节目中被采访的时候 说到自己并不确定赵丽颖是为了喜欢她而结婚 还是因为到了结婚的年龄而选择和她结婚的 冯绍峰表示 自己有时候在家里哭的时候 赵丽颖则在一旁看着孩子 默默地看着她 然后跟她说哭完了没 哭完了就过来看孩子 这时候的冯绍峰直接给气笑了 因此可以看到冯绍峰对赵丽颖是有着付出这些感情的 这能想象到离婚后的她 是真的舍不得赵丽颖的离开 当年的浪子上岸了 也回头了 但是现在却来不及了 不知道赵丽颖能否接受冯绍峰的求恨 以及冯绍峰母亲的嗜好 如果是真心相爱的 希望俩人还是能够走到一起进行生活 如果还是彼此之间不适合 就不要再回头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